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4月8日 今天是星期六 星期六的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時事 我們這一節要跟大家揭露的 是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的農村 中國大陸的農村被揭發 在過去 差不多 是搞了八年 搞扶貧工作 中國國務院說在2020年年底 要完成這個脫貧攻堅任務 我相信大家 應該還記得很清楚 這個 當時的國務院總理 還是李克強 習近平 就是在做國家主席 習近平就說要跟你說 搞脫貧攻堅 李克強就出來踢爆 說現在中國大陸 還有大量的貧窮人口 一做比對 你就發現了誰在說謊 誰在搞假大空 最近有日本媒體 日本TBS電視台 TBS電視台 就是做了訪問 走到中國大陸的農村 要調查到底 中國的農村 是不是真的可以脫貧 其實只要 有曾經翻過中國大陸的人 都會知道 到底這些是謊言 還是到底是真實 你不要說去到農村 其實 只要有翻過中國大陸 只要有去過 二三線城市 都沒有去到 四五六七八 線的城市 其實你已經知道 中國大陸大致上是甚麼情況 你會相信一個 破破爛爛 沒有發展的地方 的人 的收入 會高過一萬元人民幣 就算在二三線城市 這也是令人難以自信的事 如果 你說連農村 村民的收入 每個人都過萬元 這個更加是天方夜談 我們這一節一起揭露 揭露中國大陸 假 脫貧數字 有大量的農民 根本是被脫貧 中國大陸 真的非常有創意 有被自殺 被抑鬱 還有被脫貧 這個也算得上 真的是年度創作 我們繼續說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立志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升旗易入報 還有後備頻道 升旗易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請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方法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家務閒屋大法 敬請大家繼續幫忙支持 中國國務院在2021年4月6日 曾經發表過一份白皮書 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 影片的白皮書 聽到是不是覺得好像很厲害呢 要將人類減貧 本身貧富懸殊 就是這個世界上 一直出現的問題 自從 有人類文明開始 這個問題就已經出現了 這個世界 也曾經做過很多嘗試 其中一個 非常之錯誤的嘗試 大家現在知道了 那個 那個叫做共產主義 所謂的共產主義 誕生出來的政權 根本完全沒有解決過 貧富懸殊的問題 反而是用貧富懸殊的問題 不斷成為他 鬥爭和維護自己權利 的藉口 事實證明 共產主義 猶如病毒一樣 不單止沒有解決任何問題 不單止 還製造大量的人間悲劇 中國共產黨就是最佳的例子 大家也不要小看共產主義 和社會主義 實際上 其實 真真正正最大的核心動力來源是甚麼呢 最大的核心動力 其實是來自 每一個人 對於公平的追求 只要你去問一萬個人 你應該會發現 是9999個人 基本上都會回答你 世界應該公平 如果可以做得更加公平公正 他一定是贊成的 其實共產主義 正正利用了 這個人性 對公平追求 的最大 的原動力 作為 他這個宗教的魔力 本身 我們要強調 追求公平公正 並沒有任何錯誤 我們也非常贊成 但是如果你追求的方法 是用 中國共產黨的方法 更加成為了 如果他用來維穩的藉口和理由的話 那你就是在用 原本 善良和正義的心 在做壞事 我們一定會反對 做事 也不能只是 說你自己 怎樣做好事 有甚麼初心 初心 和行動的內容 還有結果 都需要考慮 所以說 初心正確 不一定等於你所有行動 一定正確 你一定要不時 去檢討到底行動有沒有錯誤 我們回來繼續研究中國大陸 搞這個脫貧計劃 中國大陸 無論是共產主義 還是 社會主義也好 他不斷在宣揚 要自己搞軍庫 但是實際上 他做的每一件事 其實都只不過是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 甚至乎他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 不惜動用大量的假數據 假資訊 封鎖消息 這個就是中國共產黨 不斷在做的事 所以 一定要揭露他 不僅 其實是一定要 對付他 我們也 其實有多反對 是繳合雙手 是甚麼都不做 既然大家 在2019年 說這個世界 拜託不要只有一個講字 幫一下我們香港 你叫人去幫 即是你要叫他們做事 不是繳合雙手 等中共滅亡 我們認為 我們同樣道理 其實是應該 要更加積極 更加進取 令到他 要盡快被消滅 當然包括現在 揭露他的謊言 也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工作之一 白皮書說總結了 國家在過去8年 就是扶貧的努力 說已經宣佈 在2020年年底就要完成脫貧攻堅 令到 9,899萬 的農村 832個 貧窮的縣 還有12點 8萬個貧窮的村 擺脫貧困 數字 說得很驚人 自從習近平 在18大 即是2012年正式上任 習近平出來大大力說要扶貧 說要建成這個全面小康社會 這樣的假大空 的任務 大家說到底可不可以完成呢 習近平提出的每一件事 幾乎沒有試過成功 大家不要忘記了 習近平 在2012年 18大的時候 正式上任 他提出來的第一個目標 建成小康社會 已經是徹底失敗 不僅失敗 甚至乎 現在是2023年了 這個所謂小康社會 不僅完全沒有被實行 甚至乎 農民的收入 還要比之前更差 原本的計劃說要在2020年 實現這個農村貧窮人口 不愁吃 不愁村 保障貧困人士 義務教育 基本醫療 還有住屋安全 那時候共產黨最喜歡提出的 兩不愁三保障 結果日本的電視台 去了探訪 這些村莊 研究習近平的脫貧成果 這個電視台去了 18棟村 亦訪問了18棟村 的共產黨幹部 共產黨幹部 出來大大力說 說是第一個 實現 脫貧的村莊 說村民全部都找到工作 不用離開農村 都能夠找到大錢 信他那個人真的有問題 為甚麼18棟村那麼重要呢 18棟村就是習近平 在2013年 曾經去過這裡 到訪 這個農村 宣稱 脫貧成功 所以 國家主席 習近平親自到訪這個地方 又說根據官方的數字 這個地方 旅遊業 的成績 大幅上升 個人收入 這個地方提升了10倍以上 這個就是 著名的 大躍進 還有這個叫做衛星田 衛星田 就是一塊農田 聲稱裡面 好像叮噹的八寶袋一樣 幾乎有無限的產出 會相信這些說話的 就只有中國共產黨 自下的世界 才會有人相信 也只有他自下 的地方才會發生 這樣的事件 日本電視台就發現 這個說法 絕對是錯誤 絕對是謊言中的謊言 記者就找了在6年之前曾經訪問的村民 那個村民 一樣繼續居住在這個村莊裏面 而且他的名字 亦都是在這個實熱脫貧名單上 大家不要笑 香港的觀眾 香港的觀眾 其實香港 雖然不是農村 但是香港有很多荒謬的東西 正在跟這個農村是差不多 香港不知道有什麼時候 就是會有這個脫貧名單 其實香港已經有了 大家記不記得 駱惠寧上任中聯辦主任的時候 就跟你說訪問劏訪居民 後來劏訪居民 被發現 是一個親建制的演員 而這件事 後來又是不了了之 因為這件事再罵下去的話 又輪到駱惠寧 一眾官員就是糟糕 然後 就是可能要撿包袱 被燉冬菇 香港 他們都敢公然 造假 更何況 這些 不見天日的村莊 大家可以想像到到底他們會夠膽 做到什麼 村民就跟 記者說 根本 跟官方公佈的數據 完全是相反 實際上 根本完全沒有搞過任何的實際的脫貧 我們的情況跟六年之前 基本上其實是一模一樣 村民也說 我們家的實際收入 跟官方公佈的數字 根本就完全 不相同 記者也很直接問他 那些數字是不是假數字呢 村民 一說到假字真的不敢回答 我們也可以理解 村民就說 我被脫貧了 村民更加透露 就是牆上面的文件 牆上面的文件 他說每個人的收入 是 接近是1萬元人民幣 所以我們剛才也已經說了 只要你稍微有回過中國大陸 也不要說去到農村 只是看看 二、三線城市 四、五線城市 你會相信那裏的人工 有1萬元人民幣的話 你的腦袋一定是 不正常 這個村民 透露 全家 所有人一起加起來的收入 最多都是只是七八千元人民幣 中國大陸 是繼續用謊言 用假數字 是夠膽對外公佈 這個 絕對是其中 中國大陸官方公佈數字 裏面的 其中一個 很微小的造假 這件事已經足夠反映中國大陸跟你公佈的數字 到底有多少是 徹底錯誤 我們會繼續和大家 繼續跟進 繼續追查 中國共產黨 以前說謊 好事不用付出代價 但是現在 你慢慢揭露 因為他就快爆煲 所以 真相難以再被掩蓋 好 我們這一節和大家暫時講到這裏了 多謝大家繼續支持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那麼我們的黑池酒店 其實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也覺得挺方便 那麼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接下來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我們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謝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 拜拜